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 陈锦棠的戏剧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了 陈锦棠的演艺风格和他的成就 好 今天就会和大家首先讲一讲 陈锦棠的家庭生活和他的徒弟 他收过什么徒弟呢 陈锦棠的妻子就是陆淑卿 原来陆淑卿就是陆佑的客户人 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陆佑是一个出名的人 有一个说法就是陆淑卿就是陆佑的女儿 但也有另一种说法 就说不是她的女儿来的 而是她的孙女来的 根据粤剧专家朱绍章考证过后 应该是孙女这个说法 就比较真实一些 陆淑卿就是生于1908年 就出于2001年 她就是陆佑的儿子 陆运超的五房太太 她就是在杨秀坤所生的 陈锦棠和陆淑卿在1936年1月1日 就在香港结婚 陆淑卿一直都帮陈锦棠打理感天花剧团班务 朱绍章指出陆淑卿在粤剧界 和薛国仙的太太 唐雪卿 文国菲的太太 梁金碟和罗品超的太太 王宝瓊 四个人并称粤剧界里的四大老婆 相当之厉害 朱绍章也认同制作人邮阿葵 将她们称为女班政家这个说法 或者也可以称她们女中豪杰 陈锦棠的女儿就是陈艳玲 同时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而早年在广州于陈锦棠师的老师 从人的书里当外 并且传授一些粤剧的基本功功 严灵这个名字也是新北帮他起的 接着就跟大家讲讲陈锦棠有收过的徒弟 他收过好几个徒弟的 他的蓝徒弟里面首先就是肖仲坤 肖仲坤生于1929年 出于2005年 肖仲坤是最早入门的弟子 他和苏绍堂合称陈门的哈亨二长 第二个入门的就是苏绍堂 他和苏绍堂生于1927年 出于2012年 他和肖仲坤合称陈门的哈亨二长 就帮这个感天花剧团 在后期成为一个台柱 这两名大将就是陈锦棠这个感天花剧团的台柱 第三个徒弟就是梁任堂 梁任堂生于1911年 出于1979年 曾经向桂名羊学过艺 后来就带艺拜师 拜陈锦棠做师傅 一般人称他为武探花 当时有些人称他为武探 但他不敢紧居师傅之后 所以他就谦称自己做探花 就不敢做绑眼 第四位徒弟就是卢海天 卢海天就是出生年月 就考证不了 但他就在2003年 卢海天也是曾经跟桂名羊学过艺 后来也是带艺 改拜陈锦棠做师傅 这个卢海天原来就是 现在香港音乐人 卢冠亭的爸爸来的原来 另外就是罗家宝 罗家宝就是1930年出生 于2016年他有被称为粤剧大师 罗家宝十三岁开始 就拜陈锦棠做师傅 后来就和肖仲坤 在苏绍堂结拜做结拜兄弟 他此外也曾经跟从过 涉角仙和桂名羊 就学过一些艺 就是跟过一阵时间 他就始创这个哈康 罗家宝就是 罗家宝就是 罗家英的唐达唐阿哥 另外就是林锦棠 林锦棠 林锦棠就是生于1948年 在2013年 他也是陈锦棠的师傅 他也是陈锦棠的师傅 另外还有一位周绍平 周绍平是1916年出生 就是2011年逝世 在1939年起 就开始在美国演出 因为太平洋的战争 就滞留了 就加入了美军 那战后就定居了在美国 就成为了公民 那他就 之后就 没有再以粤剧 做这个职业了 只是作一些业余的演出 那他也是曾经 做过这个八和会馆的 名誉顾问 跟着这一位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了 那他就是唐佳 就是阿雪梨的老公 他在1937年出生 还在生 在1960年代 到1970年代 唐佳就是在香港做一个 著名的武术指导 他在1950年代 他在1950年代 就来到香港谋生 曾经 当时就在戏班里面工作 那时候 他就是拜陈锦棠 做师傅学艺 后来就转到电影里面 做这个武术指导 最后一位男弟子 就是梁汉威 梁汉威 就生于1944年 就2011年 成年世世 他就虽然没有正式向 陈锦棠拜师 但是由1960年代 开始 在启德游乐场的演出期间 梁汉威的演出方法 一路都是效法 陈锦棠的演绎法 同时 他当时也是获得陈锦棠不少的指点 所以他的风格 所有的演出风格 都是与陈锦棠如出一切 去到2005年 在2005年的八和会馆 一项口述的调查里面 就表示 曾经口头上 就向这个陈锦棠拜过师的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陈锦棠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要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 分享这条片 给其他喜欢陈锦棠的朋友 此外也希望 大家多多订阅我们 这个NURN频道 下一回 继续和大家分享 陈锦棠的戏剧人生 好 再见